我们面对一些 一个问题 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以刚才知道的理论上 这个益生剂 尤其Bitonic益生剂 是那么棒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还有就是说 我们前方面的健康 不管哪一个方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因为刚才 也看到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除了那个理论 还有这个数据 就是证明 还有那个见证 都是刚才SK老师跟我分享 所以我们更容易去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从这边 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OK 所以现在是公开 刚才经过SK老师的分享 我相信有的我们明白 有的可能会有一点疑问 还是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公开 给大家在这边发问 SK老师准备为你们解答 OK 来请 好 好 来 就是Q&A 我们很简单的 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 打你们的疑问 当然我是比较直接了 但鼓励你们开麦克风 我们已经开了这个Imbud 你们可以开麦克风 我们来互动 你可以开视频 我们来互动 最主要的话呢 这个平台呢 是给大家的 我们来学习 当然 如果你不一定说 要买Bitonic 你想学习 知道什么叫医生剂 我欢迎 最主要的话 你要做对的选择 当然我可以肯定的是 我会推广Bitonic 我已经跟他做了很多的临床 实验了很多 自己本身的清晨器 有时候都得到很好的效益 所以我才很勇敢的 很大方的去告诉大家 最近我是处理很多小朋友的问题 都是叫他们喝Bitonic 所以以后我会有更多的资讯 跟你们分享 孩子喝了之后 到底的改变 改变的那个 好处呢 到底有多好 下次希望有机会给你们分享 好来 我们可以开始了 有疑问的话 你们可以询问 SK 你好 Rambo Rambo好 好久不见 OK 好久不见 问一下 那个 有一个叫 Loshengin Loshengin是怎么样来的 然后这个Loshengin 我们叫 Bitonic 要怎么样来喝 怎么样来做 OK来 有门螺旋间叫做Helicopter Bacteria 它本身不应该在我们的肠胃里面的 它是在肠里面 不在胃里面 但是因为两个原因 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当我们的坏基因来说 我们破坏这个肠的壁的时候 它就可以渗透 就可以透过 吸到我们的血液 然后再回去我们不同的地方 它有一个独特呢 就是这个 为什么叫做Helicopter 就是它像一个螺旋 好像一个雨伞这样 在胃里面的时候 那个胃酸侵放不到它 所以很多药物是没有办法把它干掉的 但是偏偏如果你自己生菌 我已经之前讲过了的 只要你大量喝 你有很多好菌 它就变成一个团队 就会攻击这些螺旋菌 就是我们把它综合掉 把它综合掉 它有机会还原的 这样喝多少 我都会鼓励你们从三杯开始 每天三杯 那么慢慢加 当然最终你们还是要去测试 到底这个螺旋菌有帮到你们没有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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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or有讲 如果要吃一个药 吃一set罢了 这样吃两个礼拜就不必吃了 然后吃了 就没必要是三杯再加一次 是 你可以吃了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想不要吃药 你不要 不要占到所谓的西药 你可以选择西不治的 因为 Hitonic在螺旋菌那边 是有一些数据 有一些 疗法 我讲过了 一天三杯 可以三杯到五杯 喝的越多的话就越好 但是我要先声明 你最终要清楚知道 如果你的大肠 你大肠里面的那个墙 我们叫做那个肠壁 是被 我们叫做坏掉了 或者是裂掉的时候 你需要时间给它修补 但是最主要的话 你喝这个益生菌 就是Pedonic 最主要是先处理掉那个 右门螺旋菌 在你的胃里面 大肠有了 一定有了 只是它可以被压迫 只是在你的胃里面 要先处理 否则的话 它的轻弱 它的轻弱性会很高的 OK OK SK 你可以选择 你还是可以吃腰 只是吃一段时间 然后你还是吃益生菌 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讲过了 我们不可以取代益生菌 你不可以吃 除非我们很清楚知道 你可以选择不吃的 从我们所了解的话 我们有一个另一案 就是完全没有吃 吃益生菌 可以好 SK想问一下 这个如果是吃C 它是把他杀掉还是把他赶回去那个肠那边的那个菌 它是把他杀掉的 杀掉 把它杀掉了 哦 除非你要给我去看那个药 我们去研究一下 如果说我通常不会针对一些药物 不过你找到医生 你们一定要带着一个新人度去用医生 最终的话 你吃了新药你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最好用医生菌跟它综合掉 是综合掉了 对 是不是一生 这个油门螺旋 只是 这个菌 这个 这个名称 这个菌 才可以在那个胃那边生存 其他菌是不可以的 是吗 对 只有这个油门螺旋 因为它有一把伞 它可以 它有一个伏制性的东西 它可以绑掉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油门螺旋 它是很特别的 刚刚我刚讲的 油门螺旋 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胃里面 只是在大肠里面 但是如果你的大肠的 我们讲那个门 坏掉了 它可以渗透进去 而且又不怕胃酸 第二呢 它是可以从我们的肠壁 经过 经过血液 侵犯到我们其他的器官 它不怕胃酸的 所以你要吃 你需要吃好的东西 来跟它综合掉 它只是对胃那边有伤害罢了吗 其他器官会有伤害吗 根据是会的 是会的 因为它会复制 它一直复制 它会有侵犯 就是它会侵入到我们的其他地方 它是坏菌来的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它本来就是一个坏的细菌 我们就是把它综合掉 不要它存档 不要在我们的身体以外 除了在大肠里面 大家要记得 我们的坏菌 本来应该就是留在大肠里面 只是我们的大肠本来是有很多 我们就好像堡里这样 它有一个墙壁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坏菌 渗透过那个壁 进去我们的血管里面 所以你看为什么 当你这个大肠开始衰弱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只是有坏菌 甚至你有那些碎的失误 中金属 这可以从你的大肠那边 流失到你的血里面 导致最终最受伤害的谁 是我们的肝 肝是来解读的吗 现在你给它更多垃圾去解读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其他人还有疑问吗 我看到很多人开麦克风 请问一下 什么时间喝比较适合 放钱还是放 肯定是要放钱的 因为一生菌是唯一 我们讲Pitonica的独特 就是你空腹的时候 它是100%去到我们的小肠 准备开始工作 其他的一生菌 通常他们是鼓励你 看后才吃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抵抗那个胃酸的轻弱 就是把它去分解 或者把它破坏 所以你看如果有讲 上次我讲一个主题 叫做多多益善 一生菌不是多多益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 所谓的研究一生菌的 他们这个前卫会告诉你 我的一生菌里面有100个亿 但是有效的进去 我们的肠胃就有38% 就是31 但是我们的Pitonica 是完全没有被破坏的 所以为什么 它的效果是来得特别强 尤其是针对我们讲 那个中文症的 中文症的人 只要你每15分钟喝一杯 每15分钟喝一杯 你会很快速看得到 你的血小板本来很低的 本来你照常理来讲 应该是待在一夜三四天 住门间 你今天喝完了两罐之后 你明天就会出院了 这个就是它的独特的特点 就是因为它的 我们的胃不会去破坏它 它会让你通过 直接在大肠小肠开始动 所以空腹喝最好 谢谢 不客气 好 小肠大肠健康 不会 你要看血 你要看你的血 而不是看大肠的 大肠的话你要去做手并的 所以他们是厌你的分辨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他们厌识你的分辨 可以吗 这个是奥 烟血的话可以知道你的血 做健康 可以看你的肝指数 但是如果你讲 烟大肠小肠的话 有 有的烟 他们叫做SIBO SIBO Small Intestine Bacterial Overgrown 或者是 Small Intestine Fungi Overgrown 就是有没有霉菌 或者是小肠有没有发炎 小肠发炎就是代表说 你里面有很多坏菌 那个叫SIBO 这些是可以检验的 不过要特殊的仪器 不是从验血那边验出来的 通常大肠呢 在马来西亚是用Scooping 就是用围径 进过你的肛门 或者进过你的喉管 去验你的大小肠 你那边的声音啊 好像有很多 噪音是吗 不清楚 是吗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的电脑有些状况 所以我是用我手机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麦 哦 抱歉呢 要紧 我想想问你一个问题 有 有一个 有一个人他都是 整 六十八岁这样 就是七十八岁 嗯 OK 他有这个 高血压 糖尿病 跟前列腺 前列腺 他现在 想开始喝这个 Bitoni 嗯 他是想知道 会不会帮到他 还是要怎样喝 OK 他六十八岁 他可以受一些 就是说 好短的过程吗 就是说可能会 更激烈的话 让他不舒服 高血会更高一点 他可以接受吗 如果他接受得到呢 六十八岁 我是鼓励他一天喝半罐 开始 就是喝半罐 男罐 不要喝一罐 喝半罐 但是前提呢 就是要大量喝水 为什么 前列腺 前列腺的意思 你看 女士们最普遍的癌症 是叫做乳癌 因为那个是他人类 他就是女士们最后的靶 最后的靶 就是你毒素 累积最后的地方 是在乳房 男人最累积 毒素 最后的地方 最后的肿脏 重点 就是我们讲前列腺 所以也是代表说 他全身都是毒来的 我们以为就是 我们把乳房的问题解决了 我身体就没事了 不是 如果你要 还原回去的话 你也是 你先把你乳房的毒改干掉 你再把你的淋巴干掉 淋巴干掉 就干干掉 再大肠 肾脏 全部要跟他清理干净 前列腺 男人的是前列腺开始 前列腺后呢 就是淋巴 后来就是干 这些都是累计 毒素最多的地方 所以因此呢 喝半喝五杯 可以喝一罐是最好 当然可以从五杯开始 但是前提呢 就是要大量喝水 给他把身体的 按三公斤还出去 可以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说 大量喝水的 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可以 一样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准则就是 看你的身体体重 最少 最好是五八仙 比如说 它是六十公斤 乘五就是 每天喝三公升的水 除了那个五杯的 一身菌之外 就是Bitonic之外 就是要喝三公升的水 所以 这个人就是这样 介绍他 一天最少喝半瓶 半瓶 对 但是 但是如果他敢敢的话 我会这样鼓励 这是我的提议 他要去考量 要不要接受 他可以帮 好像他在喝那个 喝那个 文正 先从一天喝两罐开始 一天两罐开始 怎样讲呢 就是每十五分钟 喝一杯 每十五分钟 喝一杯 喝住五个小时 里面喝完两罐 因为 每十五分钟 喝一杯 也就是说 两个小时半 已经喝完了一罐 对吗 两小时半 就 五个小时 就两罐 然后也是 喝了之后 大量喝水 看他的反应是怎样 他觉得反应很好 就继续喝每天 半罐半罐这样喝 肯定会有小 先喝两罐 一天里面喝两罐 但是如果他讲 哇 很难受 叫停了的 就尽量喝水 给他排出去 他为什么会难受 因为我讲过了吗 如果你的墙壁里面 有很多污垢 有很多仙台 很多那个 就是要很多杂的东西 连在那边 很固执的 你要洗涮的时候 你要用工具 把它涮下去 你要很大声 要很大力 很难受的 有很多粉状 很多污垢 掉下来 身体也是一样的 如果他身体里面 有很多状况 很多发炎 很多 我们叫做固体酸 固体酸那就是 身体里面累积的 短暂的一些 暗暂的东西 简单讲就是 我的垃圾厂已经满了了 我要把它丢在 门口的外面 这个就是叫做固体酸 身体也是一样的 没有地方好 留的时候 希望可以从皮肤处 皮肤处不到 就要从我们的其他部位了的 其中一个就是前列腺 SK 刚才你说 假如可以的话 叫他开始的时候 每十五分钟一杯 每十五分钟一杯 也是空腹 空腹喝 最好是空腹喝 不过他讲 我肚子饿想吃东西 没关系 给他吃 只要记得是空腹喝 空腹吃东西之前空腹喝 这样吃了很饱的话 这样什么时候才可以喝 最好一个小时后再吃 才喝 一个小时后 因为食物里面 胃里面要消化食物的 你消化的时候 你就发现喝 P-Tonic的话 你就浪费了 你不如干脆讲 等多一个小时后 你才喝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 给大家知道 P-Tonic的确是很神奇 它最神奇的地方 是不需要经过消化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食物了 你已经有东西在胃里面 你跑去喝P-Tonic的话 它就掺杂了 这样你的身体就有很大的负担 这样你就浪费了 你P-Tonic 又给你身体有负担 就无味了 对对对 这样的意思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来 还有其他有问题吗 这里有拍麦克风的 Samsung iPad 老师我想问 有关于排毒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 大概20多岁的小女孩 她吃了一个排毒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她的皮肤就很明显的有改善 就是从一粒 她给蚊子咬很多那些硬的 变成了就是你有说过28天皮肤会患 对吗 然后她好了以后呢 她就停了两个月 但是她的皮肤更严重了 她就很怕 她说为什么我会比我吃之前更严重 所以她就不敢再吃了 OK 你很简单 大概我讲了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我们的骨锤 出来每一滴血 它的寿命是121天 把它简单的话 就是120天 120天 120天就等于4个月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的每一滴血 存在身体里面 活下去的时间 只有4个月时间 它的寿命其实只有4个月 而这4个月里面 这个血不可能讲 常常很干净的 OK 你的血 有90%水分 一定要靠肾脏去做分 就是我们叫做过滤 Filder 过滤那个水 血液里面的水 剩下的9% 为什么9% 因为有1%是 每一滴血一定有钙质的 我们叫钙离子 它是随身都要跑全身的 随时要帮助我们的细胞 帮助我们的骨头 骨钙的功能 而且可以让我们有安省 所以钙质是可以安省的 剩下9% 那个血做什么 要去干那边做解读 为什么 因为血的功能是送营养 去全身的细胞和器官 但是细胞和器官也会排泄 所以我们的血 经过心脏也是要把回收这些 为什么有动脉和静脉 动脉就是送营养 静脉就是收垃圾 收垃圾的时候 不可能修给心脏了吗 心脏你把它套过去 给肝脏 给大肠 给肾脏 给肾脏 你这个小朋友 有明显的改善 因为他没有坚持 他要排除的时候 你要记得 排毒不是做一次 你就以为你看尽了 不可能的 排毒是要连续做四次的 如果你是每个月做一次 如果你是严重的话 如果你是严重的话 你是每三个星期做一次的 总共是你要做最少十次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的吗 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的肝很肝脏 我肝有很多坏的细菌 我今天给你吃排毒餐 不管你是一身菌 还是其他的套餐 你把大部分的东西排出去了 你也把大部分的 那个坏的菌 给它干掉了 这样它是空了吗 所以你忽然间发现到 我的血干净了一点 但是你没有坚持下去 这样什么意思呢 突然间你冒犯了 你侵犯了我的肝脏里面的 坏菌的地盘 你觉得这个坏菌 会继续给它清干净吗 它们用最短的时间 快点复制 不好意思 它会霸回那个地盘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尝试一下 你找一间屋子 四面墙都是线台的 你试试看 你把第一面的线台 弄到干干净净 你两三个月后 你再回去看 你会看到你线台更暗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去清理 其他三面墙 所以这些细节 它们是有智慧的 这也是有知识的 你冒犯到我 我就来 我就来 复制多一点 可以明白 给你吗 明白 明白 所以同样的 很多人有这个观念 排毒一次 我就决绝了 对不起 排毒一次 所以为什么 我讲你们做干扰排毒 做排毒的好 你们要连去的 你喜欢就做 喜欢就不做 你会有很多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不是很负面的 不像吃药价后遗症来得很糟糟糟糟的体验 它就会给你 突然间明明是突然间更糟糕 因为你的血没有被清 干净 因为你的细菌发现到你把那个弄干净 我不可能给你清晶的 它一定要去霸占这个地盘的 它最近也是有智慧的 它有知识的 你冒犯到我 我就想最快的速度复制 而且复制速度是很快的 不明白的人 我就简单讲 口腔你是一块肉干 你咬30下 如果你不清理你的口腔 30分钟就可以滋润了 一个亿 100 million的 很快的 真的很快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 医生他们开刀 一定要讲 我的开刀反应要干干净去 然后他一定要保证 你们开刀之后 不要有细菌感染 他一定要很小心处理的 因为他们最怕什么 细菌感染的复制性 是真的很快 在短短30分钟里面 就可以养出来 一个亿的菌 很快的 所以为什么吃益生菌很重要 就是要让我们的数量好的菌 超越坏菌 影响那个根半变好菌 掉转 如果我不去处理它 我的坏菌一直在被震 然后超越了好菌 影响坏菌 没有影响中间菌 变成坏菌 这样我就退化了 我的身体就更遭殃了 明白 谢谢 好 不客气 还有其他人吗 老师老师问你一下 好 那请问 那个益生菌可以点一点水给鸡吃吗 可以啊 给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 你要给狗也可以 猫也可以 鸡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吃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改善很大的 你甚至可以倒在你 你们剩下那些益生菌 你们剩下的时候 记得啊 你们剩下的时候 你喝得完好像很干净的时候 里面还是有一身菌 你们怎样做呢 千万不要倒自来水哦 你们就要倒过泥水 你倒了过泥水的话 你试试看 碰在你的花 碰在你的植物 碰在你的泥土里面 你会看到你的植物 会生长得更茂盛 更漂亮的 你们试试看一下 OK 谢谢 不客气 现上的还有谁要发问的 尽量争取时间发问 OK 还有其他问题吗 你可以打聊天室 你可以问问题 你可以看麦克风 这个是学习 大家学习的机会 SK老师 我这边有一个客户 就是问我这个关系道 这个因为我们的 Pitonic的酸度是三左右 就是三左右 我们的胃酸也是三左右 他讲胃酸跟我们这个Pitonic的酸 到底是酸性还是酸度 大概有这样的疑问 OK 来 我们为什么胃酸要酸 最主要第一个就是 我们吃任何东西 经过我们的口腔 16秒钟 这个喉咙清过我的胃的时候 胃酸第一件事 要先把里面按坏剧 跟它全部干掉 坏剧 所以它的酸度可以高到2.15的 但是平常来讲 是3.8以下的 我们一生剧3.8 不是因为我们要给它酸 而是我们要让它体会到 我是你的好朋友 从那边你让我过关 直接进去小肠 因为我的进去不是好训练的 这个是技术 这个就是我们讲 这个叫做我们叫biotech 就是生物科技的一种特点 就让我们的胃里面 不需要消化任何我们 进去的那个Pitonic 所以我们的效果来得特别强 所以为什么敢敢讲 几年来只要有中文症的人 你给它喝两罐 我可以保证85%的这个病患者 可以明天出院了的 它的血小板一定会提高的 因为它没有浪费我们给它喝的Pitonic 如果你吃其他产品的话 你要吃很多量的 而且它保证的效果可能只有30% 就是说你进去是100% 效果只有30% 因为大部分未算把它干掉到完了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鼓励你们 一定是饭后才吃一生剧 希望它可以过关 希望没有被受伤害 所以它可以保证38%完了的 当然有另一种科技叫做Sasin Release 就是说它有一个宝固膜 你吃进去的时候 它是一层一层一层 希望又可以过关 在小肠大肠里面才挂解 一生剧才从那边编出来 不过它的效果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不是液体状 它可以存档的那个一生剧 好的一生剧的种类 可能最高是30多种罢了的 最高级就是50种 但是很少很少很少 可以卖到50种的一生剧的种类的话 通常那种一生剧呢 没有几百块是不行的 可能两三百块钱的 你可以上网看的 你看到那种50多种的话 都是一喝就是两三百块 而且它叫你吃的时候是很少量 因为太贵了 而我们的一生剧呢 是很禁忌的 当然假设你是每天喝一杯 你一罐就可以喝十天了吗 你一个月才喝三罐 这样我们可以加强 这样子解释是说 我们的Bitonic 酸度不是酸性 因为酸性体制 我们知道是 对这个癌症的 这个就是环境 酸性不好的吗 我们叫皮脂 我们讲皮脂 对 就是酸度 一个是酸度 酸度不是酸度 我们简单简单讲 醋酸不酸 啊 醋 我们讲醋酸不酸 醋很酸 原来我解释给你啊 你看我们讲喝醋 哎呦这样酸的 你知道Cocacola 它的酸度也比 比醋更酸的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 是因为我们放了八叉匙的糖 它化解了那个酸度 你感觉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那个 我们讲那个醋的酸度是2.5 然后Cocacola的酸度是2.15 也就是说它的酸度比醋更高 更低啊 正下来讲是更低的 但是偏偏没有感觉 为什么 糖放很多吗 同样的吗 如果我给你喝一个一杯醋 我放了很多汤在里面 盖掉了它的酸度 你没有什么感觉的 你觉得甜了吗 同样的道理 但是它永远是酸度 酸性很高的 OK 明白 有机会下次解释给你听 你喝一罐的那个Cocacola 你要化解掉这个酸度 你至少要喝32罐 同样的罐状 32罐 10.5才可以综合掉 它的酸度 你想象32罐 你那一刻是这样 32罐大概是等于喝10个L 才综合掉一罐的Cocacola 不可能的 不一样的 OK 好 可以 谢谢 谢谢 关系 还有吗 线上还有谁要发问的都可以 尽量因为时间关系 尽量争取时间 还有SK老师 我一般平时在这个视频报章 都会想都会有看到 很多癌症患者 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 一下子转移到另外一个肺肝 很快速度 这个转移就是说 癌细胞会通过血液 跑到别的地方 是通过血液吗 癌细胞最可怕的是 藏在你的骨头里面 骨髓里面 哦 骨髓里面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医生跟你讲 你先问医生 医生 我的癌症已经处理好了 在安全的方面里面 会复发吗 我们叫relapse 他会跟你讲 我不知道 我们看一下7年后 15年后 所以你看最长的肌肉 15年后还是会有复发的 只要藏在骨头里面 好 你要记得癌细胞是什么来的 癌细胞本来是正常的 但是久而久之 因为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它的英文简称叫 Magnelin cell Magnelin cell的意思是说 没有办法控制的癌细胞 但是它存在我的身体里面 它是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身体 什么所谓的那个T细胞 白血球 红血球 去控制的 控制不到的 因为它自己自身去 但是它为什么可以活 因为那个环境 在酸性的环境之下 没有氧气之下 它活下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Ptonic 又有这个特点 它不需要高氧 它可以在很酸性的环境之下 可以跟这些癌细胞对抗 它只要制造很多靠开氧气 给它综合掉 它就完蛋了的 就是排毒 就是说癌细胞很喜欢这个酸的环境 对 肯定是要高酸的环境之下 没有氧气的 我们叫Hypox 没有氧气它最开心 没有酸性的环境 没有氧气 它是最开心的 而天天 变变我们的Ptonic 就是没有氧气 跟你打仗 打仗慢慢让我们的细胞 提高氧气 吸收高氧气 因为我们的细胞需要氧气的 我给你们一个提示 我相信你们听过很多癌症的名称 对不对 请问你有没有心脏心癌吗 心脏的癌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有听过 几乎没有机会的 几乎是零的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啊 因为有一氧化氧 我们叫Nitrocyl 就是随时随刻心脏都会保护它自己的 直到肢炎没有了 它才开始衰退 所以你没有听过心癌的吗 心脏癌的很少 什么癌症都听过 就是没有听过心脏癌 对不对 OK 来 Mr.Ong这边你问的 Morning Abbey Starmak Pick 50ml Ptonic Then 10 minutes later Drink hydrogen water Definitely can 可以 没问题 现在我们快有信心了 安全是10分钟 5分钟你就可以喝了的 我 其实我前一天 我遇到我的 这个客户 他讲 他本来 这个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 壁炎 有那个 农很多 他一回来都是很辛苦的 所以因为今天 可能他没有上来 他不得空 所以我再分享一下 他就是说 他的这个 壁纸的 那个 那个农 时常都会有的 很难解决 所以就是喝了 那个 我们的Pick 50ml 只是3天的时间 他的感觉 完全就很舒服 完全好像是 改善很多很多 所以他非常感动 他说 特空他会做一些分享给我们 亲自分享 很好 对 我有叫他 闭眼睛 他讲 眼睛的 我们Pick 50ml 闭那个眼睛 是会拉的吗 几分几秒钟 他会拉 你要忍一下 因为闭眼睛 那个处理我们 因为我们眼睛 我们眼睛是 就是面对这些外面的空气 各方面的那些 肮脏 是不是 所以 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最主要的话 因为是窃水 尤其是肝脏 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血液 所以地下去你会痛 是因为你的肝很热 很臭 不够血 你要记得 我们的眼睛 我们讲肝仰慕吗 就是仰眼睛吗 所以很多时候你眼睛 一滴下去你肝肝的话 它也是发映出来 你的肝也是不够血 不够血液 所以你要低咯 常常要低咯 我常常低咯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的益神经 我们Bitoni的益神经 会去处理 就是表面眼睛的那个 有二镜吗 是这样子讲吗 OK 我不敢跟你讲 正式答案 但是我会告诉你 我刚刚 这个是我旧的老化眼 OK 我去做一配一个新的 然后那个你是讲 你之前的应该做错了的 我讲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话更深 但是你这个比较浅了 因为我最近也是有 闭很多眼 眼尿水 又做肝胆排毒 就是也是有医生经 也是有 所以反而是我的眼睛也来了好了 我因为早前因为退化嘛 现在我就反而会还原哦 所以应该是那个道理 我刚刚讲应该不可能 我这个医生也是不错的 所以他不可能跟我看错 反而是后来我做了排毒之后 我的眼睛视觉会看得比较好一点 又可以看得远一点 但是还是有老化啦 只是他的数数呢 减低了 他讲0.25 他讲很神奇 后来我解释是可能是排毒的问题 我的眼睛还原了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哦 眼睛退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干 干落了 干暗脏了 干没有办法提供血液 让我的眼睛滋润 大家注意一下啊 除了脑袋之外 眼睛是用最多血液的 所以你一定要保护你眼睛呢 就是让它滋润 所以医生剂是可以帮得到的 包括我爸爸也是一样的嘛 他讲低下气很痛 我讲当然咯 我每次想帮你做干纳白毒 你做不到嘛 你明白意思吗 是干比较糙 比较缺乏水 比较缺乏那个血液 让你的眼睛滋润起来 所以医生剂是可以帮得到的 这样是想来啊 因为早前去年12月的时候 我研究 因为干的问题嘛 所以眼睛打了那个麻醉药 我的眼睛就一直留很多很多那个痣 这个痣哦 从来来的是从我的干那边来的 我只要用 我只要用纸巾这样一抹罢了啦 它不是黄色就是青色了的 很明显的 这个不是从眼睛来的 是从干那边来的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因为我之前有干的问题 都是从眼睛反映出来的 所以医生剂你帮得到的 眼睛方面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Pitonic的用法 跟外面市场一些眼药水啊 它的分别就是 外面眼药水是水分吗 只是水分而已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因为我之前有那个飞纹症啊 飞纹症啊 对 之前有三年几年 也没有喝之前啊 都有啊 有时候有 有时候就不见 喝了那么久啊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完全没有看的那个美纹症啊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啊 飞纹症都是干的问题的 只要很多人讲飞纹症 他看到那个纹症要飘来飘去的 他自动就要飘飘去 那个是肯定是干有问题的 哦 肝的 肝的 如果在Pitonic的话 叫你们喝多 怎样喝多呢 就是一天一罐和三十天哦 就是做排毒了吗 为什么我叫你们喝三十天 每天一罐 就是让你身体做很多需要的排毒 当然讲 针对性要做肝胀排毒 肾胀排毒 每一个都有排毒的方法的 讲帝 你们一个小小罐的瓶罐 不好意思啊 我先叫你 等一下我找一下瓶罐 小小的那些瓶罐哦 你们不要倒多 你只要大概倒 一两个ml就可以了的 因为 一两个ml你可以 滴很多次了的 可能一个礼拜滴死 我是每一个礼拜 我就换新的Pitonic 在里面一个ml 早上起来我就滴两滴 一个眼睛一滴就够了的 因为如果你发现到 突然间那一天 你特别眼睛很刺痛的话 他就告诉你 你的肝胀天特别干 不够水 不够血 如果平时滴下去没事的话 就没事了的 就这样简单 你拿了开始滴 这样拿了 因为那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除非你滴下去 立刻眼睛红到完 什么意思 你的眼睛有很多细菌 听我来啊 如果你滴下去 突然间 哇 突然间很吓很痒 整个眼珠红到完 那是告诉大家 你的眼睛很多细菌 尤其是坏的细菌 可以这么讲老师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我们 因为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气管 我记得了 所以保护眼镜用长期 这个Pitonic 是很大伤促 当然 是的 我都是用Pitonic 我都是用Pitonic 来滴眼尿药水的 因为早前呢 早前我用的眼尿水呢 是我给爸爸妈妈用的 比较多 它一罐是150块 很好 不过问题就是 它的品质越来越低落了 因为它们 不是透光解尿的问题 我相信不是啦 只是说 它的品质越来糟糕了 后来我就用Pitonic 发现到它有很大的 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Pitonic 来滴眼尿药水的 刚才你讲鼻子的话 也可以来鼻涕鼻子 可以滴耳朵 没问题的 因为只要有一生菌 有活的一生菌在里面 它就可以在里面动工了 可能你滴下去的时候 你突然间发现到 你会更痒 会流更多的鼻涕 或者流更多的 那个暗藏的液体 因为它开始有能量了 大家记得 我们喝一生菌 就是要提高能量 第一件事 你能量一高 它不想把垃圾留在身体里面 它就快点把它处理掉 对 这个是 这个是身体的智慧 对 因为要顾意大家 要保护眼睛 因为最近眼睛 我们看手机 各方面 电脑 视频 看不完 那个眼睛用 比之前 真的是超 超牢过度 算是很多倍的 一个提示 如果你们喜欢看手机的 用很多手机的 还用电脑的 对啊 你有没有眼睛问题 不管你没有眼睛问题 你们最好是配一个眼镜 是有blue card的 就是过滤那个蓝光 对 所以 我们叫blue card 所以很服务大家 就是照顾眼睛 要有一个 一个一个 特别的 要特别的用心 要用心地照顾 不然的话 眼镜是 自百万 自千万 自一万 OK 接下来还有谁要发问 SK老师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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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Warf OK 来 我们现在搞清楚一件事 你问我它有机会还原吗 OK 如果你真了解 我们的皮肤是28天换一次的 我们的骨头是7天换一次的 我们的肝脏 我们几乎大部分的肝脏 都是6天换一次的 也是告诉你 你现在有机会换 但是条件呢是 你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的细胞 或者是你的身体有多干净 它有机会还原的 只是几十好 多坏好 我没办法打你 因为要看你本身身体的体责 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 可以有机会好 你问我的话 我们的身体是很奥妙的 只要不是断手断脚 它还原 有机会还原的 你看就算断手断脚 只要你给它有一个连接的机会 它们是会结合的 它们是有自身修补的功能的 包括我们的每一个身体的部位 因为我们的胃 如果我就没有记错 只是唯一胃我不太清楚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每八九天 十天换一次的 比如说我们的胃 是一个月就换了三次了 这样它这个Heart Wow 要喝多久呢 我刚讲过 它的量要多少呢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打理 这样你人家问我 我现在中了肺癌 第四期 你觉得我都坏好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解答 是你自己本身要喝下去 所以我这个女士69岁 就是每天喝一罐 喝了七个月后 正式宣布 City Scan Cancer Market Index 或者是MRI Scan 都完全没事 直到现在 我另一个就是我亲戚 头癌 已经有两年多了的 完全没有复发 因为它有保养 所以我没有办法 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身体是有还原功能 只是你要喝多少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鼓励你 看你要不要试一天一罐 不过我甚至是每一天 喝五杯 五杯等于是半罐 对 对 那你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好 会感觉越来越好吗 我不懂 因为我都没有去看医生 是啊 你自己靠你的感觉 你有没有受到特别疼痛 精神比较差 容易累 或者是容易受伤 容易泻肚子 呕吐 你要观察 因为你们要记得 我们也是讲的 通知你的好朋友 我们的脑袋 接受到信息的时候 它是在提示你一些状况 而我们要去专注这个状况 到底是好事 还是需要我们跟进的 我不管我都没有 这种的状况出现了 我有吃那个药 因为那个医生 他叫我说 你要吃那个强心 那个药 强心丸 跟那个静心丸 就是吃这两种 我现在 明白 这样你吃多吗 你量会多吗 不多 一天一粒 那个静心丸 是一天吃两粒这样 不过以前呢 我还要吃血清 现在我自从啊 请教过你说 那个血液太浓 所以医生叫我 一定要吃这个血清 现在我不吃了了 就是一直看我喝 一身菌 OK啊 我还OK 我觉得很不错 我记得喝水喝多点 好的好的 上次你讲 有那个甲状腺的话 你是要五粒变三粒 现在是多少粒 现在还是出一粒 我在这一个十月 二十多号 我再去见这个医生 其实医生说 我进步的很快 而且呢 他说 他不 他要 这样我再吃一粒来 不可以马上停 停到完了 他说他要观察 那么我这个十月二十多号 我去再去见他 还要去验血一下 是是 好来 像我讲 我鼓励你这个期间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鼓励你这个期间 直到你去看医生 去验血的时候 你一天一罐 你看下 一天喝一罐啊 五杯 好的 你喝这个时候 希望他告诉你好消息 你什么都可以剪了话 你就以来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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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老师 不客气 OK 还有什么 还有吗 还有人要发问吗 还有人有什么疑问的 不管是分享的 什么样都好 都可以在这边线上 希望大家 可以互动 这个平台是大家的 希望下个星期三 都可以 保持出息 我们的分享 其实是通过这样子 大家都学习很多 SK老师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和你做一个总结 我们就到此为止 好不好 OK好 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 Pitonic本身 它有 就是它的功能很多 但是最基本的话 从一个健康食品的观点来讲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提高能量 提高能量很自身 它就会开始做很多的回路 所以 所以希望你们更深入了解 Pitonic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健康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下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会讲血糖 高血糖的状况 怎么去处理掉 尤其是用Pitonic 好 我要分享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 谢谢SK老师 谢谢你利用心的分享 让大家更多 更多 是是是 感谢大家的信用 晚安 晚安 谢谢老师 给我们蛮很多的知识 对对对对 你学到是我的福气 最爱情是应用的 感谢大家 谢谢 师傅晚安哦 晚安晚安 晚安 西文 晚安哦 呀呀呀 OK 谢谢 这个Colid 怎样地之道了 就是一地板了 OK 好了 就我先下线哦 OK 拜拜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好的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